哈囉我是棒球飛行小豬 一直以來都有球友會傳他的打擊動作給我 但是大家的問題都出在不會運用下半身的力量來做揮擊的動作 一般我是說後腳沒有旋轉 當你後腳沒有旋轉只有靠手在打的時候 你全身的力量是沒辦法完整的釋放出來 所以這一次就利用健身房都有的滑輪機 來跟大家分享說你要怎麼樣調整你的動作 這幾個動作除了讓你了解怎麼發力之外 也可以訓練你的下半身以及核心 讓你打擊的時候更加穩定 第一個是下半身的旋轉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打擊動作來做 但我會建議一開始用比較穩定一點的姿勢 等到你了解如何運用下半身的力量的時候 再來調整都OK 利用後腳旋轉的力量來帶動你的膝蓋 腰以及上半身做一個整體性的旋轉 從慢動作來看很像是膝蓋帶動後腳旋轉 如果你是用膝蓋去啟動的話 你的後腳不一定會旋轉 但是你是用後腳去啟動的話 你的膝蓋一定會旋轉過去 上半身是靠下半身來帶動旋轉 所以手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不會因為你轉到正面的時候有所偏移 這樣你才能夠感受到下半身旋轉的力量 記得上半身也不要過度的旋轉 想像你急到球的位置停住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做抬腳的動作 記得你的下半身跟核心都要出力 不然你很容易就被重量給拉走了 第二個粗棒下壓 主要是要練習你粗棒瞬間的那個動作 如果你習慣了可以增加你下壓的速度 讓它更接近粗棒的感覺 我記得按摩選他 我記得按摩選一下 我記得按摩選給両方的傳統 如何調整完整的車子 下拉的時候你的下半身要做一個弓箭步來穩定住 會很痠喔 再來做一個肩寬分離 手往後收 下壓的時候軌跡要成一直線 不然你有可能會變成由外往內的觸棒方式喔 也可以用手讓它了解下壓推出去的軌跡 第三個 前推上帶 主要是要模擬揮棒的時候 擊到球往前推出去的感覺 再用核心的力量把球棒往上帶 增加你的擊球力道 握住把手的時候要假想握著球棒的感覺 一開始不習慣的話可以先分段做 先做前推再做上帶的動作 等到順手了再做連續的動作 一開始做輕一點沒有關係 等到你了解如何發力了之後 再來加重都OK 這三個動作每個動作我會做三組 10到15下 但重量我會持續加重 所以就看個人的感受度來做調整 也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2月16我會在高雄的BTC棒壘訓練所開課囉 有我親自幫你調整打擊動作 這次導入了MLB御用的運動科學儀器 全方位的檢測你的打擊數值 來給予你適當的建議 加上VR棒球體感的訓練系統 透過虛擬實境可以模擬不同層級的投手 左頭右頭甚至160公里以上的投手都可以模擬的出來 大大增加你的實戰經驗 還可以提升你好球帶的辨別能力 最後還有U18國家級的體能教練 進行打者專屬的體識能訓練 以及運動防護的教學 滿滿的課程內容保證你會滿意 網站的連結我就放在資訊欄裡面 有興趣的球友 心動不如行動 讓我們一起體驗打棒球的樂趣吧 OK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有問題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是棒球費人小豬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